耶利米再次用摩西与萨姆尔为自己百姓代求来做对比 他说,就算是自己如此迫切地祷告 如今的神也不会再顾念这里的百姓了 从而表达了神的愤怒已经达到了极致 因此犹大的祸患已经尽了 在经文说 耶和华说,我命定四样害他们 就是刀剑、杀戮、狗类、撕裂、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吞吃毁灭 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 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 因为犹大并没有在崇拜偶像的罪中转回 而且与神渐行渐远 他们的罪是自己与神隔绝 而耶利米先知 被神派遣到百姓中间宣告神的信息 反而成了全地争相指控被咒骂的人 虽然神有立刻的安慰他、应许他 但在那个时候的耶利米却在这样的困境中发出了叹息 他说 我没有坐在艳乐人的会中 也没有欢乐 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 因你使我满心愤恨 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 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 不能痊愈呢 难道你带我有鬼诈 像流干的河道吗 在面对耶利米的叹息的时候 神因此也责备了耶利米 也勉励他可以回转 在软弱中依靠神的话语 必定他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建造 耶和华如此说 你若归回 我就将你再带来 使你站在我面前 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 你就可以当做我的口 他们必归向你 你却不可归向他们 所以在面对苦难的时候 我们难免会对神产生埋怨 但是我们是否会因为神的话 重新得到建造 重新得到盼望和喜乐呢 愿神帮助我们 在任何情况下 都要抓紧神的话 从此得力量 从此得恢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